总理以马来语发表演讲时表示 我国的抗疫之路进展良好 而马来回教社群在疫情期间的贡献 也反映我国多元种族和宗教的融合 总理也表扬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和宗教改造小组对社群的贡献 李显龙总理在马来语演讲中表示 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帮助马来回教社群 提升教育水平和改善生活 他们的努力已经见效 例如颁发给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的卓越奖 在理事会成立首十年只有几个人获颁奖项 但过去十年已增加到将近500人 总理指出拥有强有力的宗教领袖 让马来回教社群受惠 并感谢为宗教改造小组服务的宗教导师 协助维护多元化社会的信任 总理表示安全管理措施在摘介月前放宽 受到马来回教社群的欢迎 总理感谢他们疫情期间 在医院 机场 疫苗接种中心等 抗疫工作岗位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